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进程的创建 首先看一下课程目标 学会用Folk函数创建进程 客户作业就是编写Folk函数创建进程的案例 好,我们来看一下Folk函数的原型 首先我们在创建进程的时候会登用Folk 但前提体验是我们必须要引入图文件 这个图文件就是说我们在使用Folk函数的时候 必须先包含这个图文件 如果不包含我们的编译器是找不到这个Folk函数的 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识别这个Folk函数 而这个Folk函数的原型 它的返回值是一个Prd-T这么一种类型 这一种数据类型说白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整形 返回了其实就是一个整形数值 而且这个数值一般都是大于0的 如果返回值是一个小于0的话 说明这个Folk函数创建进程是失败的 OK,咱们再看一下它的形参 形参是一个void 就代表着没有任何形参 好 在咱们真正编写Folk函数创建进程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讲几个概念 就是第一 什么是负进程 什么是止进程 在系统里 除了0号进程 是系统创建的 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进程 就是它的进程号不是为0的 这些进程 都是由进程来创建的 创建新进程的进程 即对应Folk函数的进程为负进程 新建的进程为止进程 我想对于负进程和止进程 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说 谁调用了Folk函数 那么它就是负进程 Folk之后 会Folk出来一个止进程 而这个止进程 就是负进程通过Folk函数来创建的 那好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 到底当前进程是负进程 还是止进程呢 可以通过它的返回值来判断 就是Folk函数 它会返回一个返回值 对于负进程而言 Folk函数返回的是 新建止进程的PID 就是止进程的进程号 所以说 当Folk函数返回值 大于0的时候 说明什么样 说明当前进程是负进程 而且这个PID 就是止进程的进程号 对于止进程来说 Folk函数返回值是0 怎么刚才说了 0号进程 是由系统创建的 所以说当前进程的话 它的进程RD不可能为0 只能说明它是一个止进程 大家也可以很直观的理解为 只要Folk函数返回值为0 就说明这个进程是一个止进程 第三种情况 就是Folk函数返回值为-1 代表什么 代表创建进程失败 就是我们电用Folk函数的时候 不一定是100%能创建一个止进程的 它也会有失败的情况下 比方说 我们Linux操作系统里边的进程数 是不可能是一直在扩展下去的 它有个最大数的限制 这个限制数大小是65535 如果超过这个数 在Folk函数的时候 在调用的时候 它将会返回-1 大家也会想 为什么操作系统 或者Linux操作系统 会对这个创建的进程的数量有限制 其实它这样实现机制是有道理的 假如说 别人的病毒或者 恶毒的程序进行攻击 它里边什么都不干 就对于Folk一直创建进程 一直创建进程 如果是 创建的进程的数量不加以限制的话 那它可以创建成千上万 甚至几十万几百万也可以的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系统是不是 是不是就会被所有的这些进程 把所有的资源都给耗劫了 导致我们最终系统 变得非常非常慢 以至于无法运行 所以说 操作系统会对 这个进程的数量有一个限制 当达到最高值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让你创建新的进程了 即使你真的创建成功的话 太多的话 那这操作系统 它是无法应对这么多进程的调用 或者说这么多进程分配支援的 好 这就是我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案例 创建一个进程的案例 首先是咱们刚才说了 在调用FOG函数创建进程的时候 要引入图文件 引完图文件之后 我们就直接可以 声明一个 PRD-T这么一种类型 其实它就是一个整形了 只不过对它进行了一层封装而已 的这么一个PRD 这么一个局部变量 然后直接电用FOG 大家可以看到FOG是没有任何形参的 刚才咱们看函数原型的时候也提到了 FOG是没有任何形参 反回值 就是PRD OK 这个PRD如果是小于0的话 刚才咱们说了 比方说 系统最大 允许进程数是65535 如果超过这个数的话 你在电用FOG这时候它返回的是一个-1 -1的话就是小于0 这时候的话 是说明创建 只进程是失败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处理机制就是说 不能够创建进程 或者说是创建进程失败 然后 EXRT的意思就是 直接退出 程序不再继续往下运行 如果是PRD等于0的话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成功创建了一个进程 而且当前进程是一个止进程 我们就会打出这么一条信息来 说这是一个止进程 并且止进程的PRD 调用getPRD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会返回当前进程的进程号 也就是PRD 这个进程号 大家可以直接的就理解成是一个身份证号一样 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 而且是不可重复的 在系统里边 每一个进程也会对应一个进程号 而且是不可重复的 好 当PRD就是当返回这个值大于0的时候 说明什么呀 说明当前进程是一个复进程 而这个PRD的值就是止进程的PRD 我们会打印一条信息 说这是复进程 然后退出 结束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EXRT 这个函数 结束的是结束的 复进程的进程 而这一个 等于0的时候 它是结束的是止进程 好 我们调试一下这个函数 咱们先 看一下结果 然后稍微我们会 一步步的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其实运行的结果也就是这个结果 首先是我们可以通过GCC命令编译 这个 表辑文件 Folk表辑文件 这个Folk表辑文件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代码 然后呢 生存可执行为件Folk 执行Folk最后出来的 就是 我们做的这个截图 这是止进程 它的PRD 显示的是止进程的PRD号 然后呢 这句话是复进程 打印出来的 OK 好 咱们来运行一下 首先是 我们通过咱们的Source CRT 直接连接到我的Linux的虚拟机上 现在已经正 已经正常已经连接上了 而且我也已经通过 我的个人的 呃 注册了一个用户和账号 然后登录进来 现在咱们的当前目录是home下 啊 就是 张 GD 这个目录 OK 好 刚才大家看到的代码 其实就是 这个文件的代码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文件的代码 CandreShare复制一下 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如果有运行的代码 是在Windows之下 比方说是在这个G10本里边 我们首先是可以先选中它 然后CandreShare复制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Source CRT里边 用VI打开一个文件 比方说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 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Folk Folk 一拥回车 就进入了编辑状态 按I 是插入状态 然后 按住鼠标 右键 所有的代码 都被复制进来了 然后 然后 NESC键 按做Safe键 NW NESC键 然后NESC键 加 冒号 然后 WQ保存 稍微车 退出 是不是我们的.c文件 就已经生存了 好 我们通过Cat 面团 看一下这个文件的内容 是不是我们刚才保存的内容 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刚才保存的内容 好 下面我们使用GCC 命令 Folk -c -o 然后 我们的编译的可执行的文件 咱们就起名为叫Folk 如果大家对GCC命令不熟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 去了解一下 GCC命令 这条命令的规则是怎样的 OK 我们看一下 在当前目录下 已经生存了我们的可执行文件 Folk 运行可执行文件 在Linux下 很简单 只要 DL 写杠 Folk 加可执行文件的名字 OK 运行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是 紫进程打印的内容 这是 副进程打印的内容 而且 紫进程和副进程 打印完信息之后 分别调用各自的EXRT函数 结束本线自己的所在的进程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需要大家思考一下 刚才咱们说了 通过调用Folk函数 它创建了一个紫进程 OK 找到我们刚才的代码 就是在此 大家可以这样想 一旦执行这个Folk的时候 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细胞 从这儿开始进行分离了 一分 分成两个 或者说是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咱们都知道 孙悟空会变身 并且 会变成 再变成一个孙悟空来 当然咱们这儿限定了 它只能变出一个来 当然 真正的孙悟空 能变成十个八个也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就规定 你现在可以再变身 变成 变出来另外一个孙悟空来 这两个孙悟空 它两个完全是一样的 白领一样 所有的资源一样 都有一个禁锢棒 或者说你可以人也理解为 一个细胞已经开始分离了 然后呢 分离出来的两个孙悟空 或者说两个细胞 各自呢 跑各自的 当进程 PRD 小于0的话 是失败 这种情况下不常见 只有 当 超过了 系统规定的数量的时候 才会爆错 一般求过家不会报这个错 不会 PRD是小于0的 当判断 执行 它是小等于0的话 说明是止进程 止进程的话 你就可以去执行这个代码 就相当于 OK 我 我Fox 说来一个孙悟空 那么 Fox 说来的 那个孙悟空 啊 就是说是 孙悟空的 子 子 但我们在那可以理解成是孙悟空的儿子了 但是他俩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更像兄弟 是吧 因为他俩有相同的北领 他去执行了这个函数 呃 这个资料代码 当大于0的时候 说明是副进程 他没去执行资料代码 但是大家需要思考问题 就是 当调用资料代码的时候 虽然 产生了一个进程 这是两个进程 那么好 我问大家 是资料代码先执行呢 还是资料代码先执行呢 其实 看谁先执行 就是看他 这两行代码 哪个先打印出来信息 就可以知道了 是吧 好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可以看一下这个案例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是先打 紫进程先打印出信息 然后是负进程打印出来 在执行的时候 是负进程先打印出来 然后紫进程 紧跟其后再打印出来 说明什么呀 说明 这是不可预测的 就是到底是负进程先运行 还是紫进程先运行 这里边是不可预测的 很可能 是负进程先运行 也很可能是紫进程先运行 他们两个 在 竞争支援的时候 比方说竞争CPU的 这个支援的时候 他两个 权力是 平等的 既然是平等的话 那么 他两个 是随机的 不一定是随先 争取到CPU 先运行 好 就是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接着我们的幻灯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需要大家 理解和掌握 就是 当负进程创建了紫进程的时候 怎么说就好比一个水永空变成了两个水永空 或者是一个细胞分点成两个细胞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 他是不是把这个进程所有的支援也进行了复制呢 比方说咱没知道 一个进程 他有自己的 数据段 还有自己的堆栈段 当然 他也有自己的代码段 大家需要记住一点 就是 代码段不进行复制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代码段在内存里边是可读的 可读的就意味着什么呢 它是不可以写的 既然是不可以写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代码段是不变的 既然是不变的话 所有的止进程都可以共享一个代码段 就是我们现在所描述的 就是 副止进程共享代码段 这个代码段是一个 但是止进程会创建属于自己的数据段 堆栈段 为什么 大家想想 为什么要创建自己的数据段 和对战段 这是优为什么呢 数据段里边存着全集变量 堆里边存着 Moloc开发出来的 开闭出来的 就是说全集变量 也是这个全集变量 而站里边很可能存在着局部变量 这些变量是可以修改的 而 副进程 如果修改会影响到止进程 或者止进程修改会影响到副进程的话 这样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他们必须独立运行各自的 那这样的话 你要进行修改 唯一能保持能保持他们互不干扰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 进行复制 用紫进程拥有自己的数据段 堆栈段 好 为了验证这个规律 我们可以根据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下面的一个实力代码 fog-1.c 这个代码 我们来验证我们这个结论 这个文件的代码比较长 我们就不在幻灯片里边讲了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文件 fog-1.c 这个文件 OK 代码稍微有点长 首先是 我们是不是也要引进这个头文件 引进这个头文件的同时 我们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 看后面的注释 这个全局变量 它会放在数据段里边 紧接着 我们又定义了个局部变量 在密函数里边 定义了一个stock的局部变量 这个变量是一个硬程型的 首先它会 存在 站中 紧接着我们又定义了 molock 方法 在堆中 默认值是零 如果不给他负值的话 默认值是零 旧物变量的话 如果你要是不给他 负出值的话 它是随机的 所以说我们给他负了个出值是一 而站里边也是同样类推 它是如果你要是不给他负值的话 里边只要是随机的 所以说我们给他负了一个出值是二 那么大家想想 当代码运行到fork的时候 还没有执行完fork的时候 这时候 global全局变量应该是零 局部变量stock应该是一 molock 开辟出来的 指针变量 它所指向的值应该是二 好 当电用fork的时候 这时候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 细胞开始分解 或者是孙悟空开始 开始变身 一个变两个 首先是 发现 当变成两个来之后 它两个就各自跑各自的 具有公平的竞争CPU的权利 当小于零的时候 直接退出 当等于零的时候 说明这是指进程 指进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global加加了 global是全局变量 stock局部变量也加加了 包括 这个分批在堆上的一个指针变量 也加加了 刚才咱们说到 这个是等于零 这个是等于一 这个是等于 二 但是一加加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了 这个是不是就变成二了 这个值是不是就变成三了 我们打印出来 的话 那个 这个指进程 这个三个值应该分别是 一 二 二 一 二 三 然后指进程结束 首先是我们为了让 指进程先执行 那么如何让指进程先执行呢 就是我们的副进程 就用sleep sleep了一下 一旦sleep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放弃cpu 放弃cpu的话 那肯定指进程先执行 所以说指进程执行完之后的话 我副进程 再紧接着 把 这三个变量打印出来 好 大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指进程和副进程 占用同一个数据段和堆占段的话 指进程执行完 这三个变量的值变成了 一二三 那么我副进程打印出来 是不是也是一二三啊 也是把这三个变量打印出来 也是一二三啊 如果是进行了复制 说明每一个进程 都有自己的global stock 还有一个hap 那么你指进程 你家家是你指进程里边的 我副进程里边 我没家家 是我副进程里边的 那么如果是没有进行复制的话 那么我副进程里边的值 是不是应该是 012呢 好 我们来调试一下这个代码 很多a 选一选 Vrfork-1.c 进来 按一按选项 进入插入模式 按一鼠标右键 把代码复制进来 enc键 然后save mark wq 保存退出 ok 我们的fork-1.c文件 是不是已经被创建了 然后编译 然后编译 运行fork-1 是怎么运行 来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是不是点 写线 fork-1 嗯 好 大家看看 看到一种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打印这条信息之后 好像 等了两秒之后 下边这条信息再打印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们的附近层 sleep了两秒 先让止进程执行 止进程执行 打印出来的数据 是1 2 3 刚才我们分析了 是正确的 假如说 附近层和止进程 同用一个数据段和对断段 那么附近层打印的数据 也是1 2 3 但是 我们看到 他打印出来的数据是 0 1 2 证明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结论 就是附近层和止进程 他们 不再共用 共享 数据段和对断段 而是 分配了自己的 或者说是复制了自己的 对断段 和数据段 好 这是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理解一下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放过函数 他创建失败的情况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是Folk函数返回-1的时候 即创建失败 但什么时候会返回-1呢 应该有两种情况 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一种最常见的 就是系统中已经有太多的进程存在了 这种情况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系统只允许进程数 是65535个 一旦透过这个数的话 系统就不允许你Folk函数 包括只进程成功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电用Folk函数的用户的进程太多了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用户 他在Linux系统下创建进程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好 今天我们的内容到此结束 主要讲了就是Folk函数的创建 以及Folk函数调用完之后 操作系统都做了些什么 操作系统会主要是给子进程分配自己的数据段和对战段 以及最后讲了一下 Folk函数不成功的情况是由什么来导致的 主要是由这两种原因导致的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 谢谢大家的聆听